各位是上课 所以建议各位将来 如果要保留云端上面的资料 那请自行再去下载这个资料 因为将来这个云端的资料 这个连结里面的资料 不保证永远都会在 所以 当然请各位自行再把它背 背后方是很简单的 就下载 它会把上面的所有资料 打包成一个VIP档 那我是建议你 干脆就把它放在你的自己的云端上面 OK 稍微整理一下 那当然我们这个云端白板里面 还有蛮多东西 就是如果没讲到的话 那你可以当成其他参考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 像第七个单元 就是说用Pandas处理Excel 或者是说第八个单元 就还可以连接MySQL 第九个单元 就是像Filebase 云端资料 那这个跟Adjson档案格式蛮像 KeyValue的架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如果你要让Python自动执行的话 也比如一段时间自动执行 应该怎么做 另外可以打包 或者是说会是一个视觉化的图报表 那你都可以用上面没有讲到的部分 你回去可以再自己自行操作 上面都有原始码 有一些相关说明 其实做法大同小异 将来如果说你要用的话 大致上会需要遵循几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先大概看一下 论坛里面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上课 所以前面的七次上课的资料都在云端上面 那当然从第一次上课 我们是建栏能包 再来就是逻辑判断 还有回圈结构 然后再来就是for回圈 或回圈等等的一些游戏 最后list 然后再来就是档案的开启 合并档案 还有就是合并分割等等的 再来就是第六次是字典跟Seql-Line Seql-Line资料库 那第七次上课的话 就是用request去下载开放资料 最重要是CSV、JSON跟XM 如果说假设你对于之前的上课 假设不太清楚的话 这上面其实都有参考 影片的部分的话 我们上礼拜放假 然后上礼拜的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就讲这 每一段影片的上面都有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自行再参考一下 不过很容易做错 尤其是你要怎么样 把这三种CSV、JSON跟XM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最终有些没有讲到 比如说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Seql-Line里面 这个我想还是请各位回去再做练习 另外的话 还可以存成CSV 甚至将来你可以配合第七个单元 那个Pandas 可以再把它存成Exale 其实一般你把它存成CSV Exale也可以开启的 只是说我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存成CSV Exale要开启的话 你不能存成UTF8 如果你UTF8打开就乱码了 所以encoding部分还是用预设的 它就开起来 Exale直接开了 当然基本上我是觉得 这个Python所带来的好处 就是程式码其实都不会太冗长 而且它的语法其实还蛮直觉的 只是说我是建议 如果有些语法你不太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留下范本 这些都是范本 比如说像怎么去抓取 怎么安装Request 然后比如说以台北市的行情 公有市场行情里面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范本 比如说怎么去下载 像关键的地方就是一定要 input这个Request的模组 因为这个模组没有的话 你就没办法去用它的一个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get 你现在利用这个get 后面的话加上开放资料的路径 就是网路上的那个连结 并且告诉它的编码方式 编码方式怎么看 其实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下载之后 再用济世本另存心档看一下 它是不是 ANSi就是CP90 如果是UTF8的话 你这边就要改UTF8 否则的话你抓下来的资料 会是乱码 OK 大概会有这些细节 其他的步骤的话 当然不外乎就怎么样 把它打开 然后再做切割 逗点切开来 OK 然后再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至于细节 我是建议回去 还是要再把它多多操作 因为这边其实还蛮多 蛮多的细节 只要有一个地方 你没有顾虑到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发生错误 看起来其实没什么 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 后面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OK 所以包含怎么抓资料 什么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个我想请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 那今天的话我们要继续来看 那个0604这个单元 OK 那0603的话 我之前要跟各位提过 其实如果你将来 自己要当成开放的 开放的资料来源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加一个 server 像中央政府 或者是台北政府 他们都有一个 server 他们放那个档案 让你去下载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想要提供一个开放资料的来源给别人下载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丢到哪里呢 你可以把它丢到那个就是Google的四算表 然后呢 Google云端硬碟嘛 那你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你要开放某一个档 比如说我在我这边有没有一个 我这边好像有放一个 比如你把它丢上来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比如说像随便会员资料好了 OK 或者你可以找会员资料 假设会员资料 这个你要当成开放资料给别人 比如说某个地方 你跟他讲连接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找档案 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让他可以发布到网路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你将来你希望把这一个资料 当成是开放资料的话 你可以把它发布 发布的话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发布成什么呢 发布成一个CSV 就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先选哪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这个工作表1 然后你要发布成什么 发布成.csv 那将来的话你就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好像不要按发布 他预设就发布 那你会发现他自动会帮你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的话 将来你就只要提供给别人之后 他只要照这个连结 把这个连结 云端硬碟就很好用 好处就是说第一个 基本上没有架设网站的问题 而且其实说真的 甚至我有时候觉得 Google云端硬碟的稳定性 甚至比自己价设网站还来的高 因为有时候自己价设网站 难免会有停电问题 你看UPS 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被害科路清 或者说可能那个机器 好像你还要维护它 然后相对的 我觉得稳定性 甚至不如用Google的云端硬碟来的稳定 OK 所以这边提供了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第0604的这个单元 那首先的话 我们第一个范例是希望什么 这等一下 我们要抓取YouTube清单 比如说清单里面的话 像我们每一次上课都有个清单 这个地方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点击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 可以帮我把什么 把这一个清单 你会发现这个清单 它的连结一定 YouTube.com 然后后面的话一个PrayList 问号 问号实际上在网址 这个URL上面的意思就是 要传递一个参数 那参数名称叫什么 叫List 后面等于的话 就是这一串 就是他要传到 那个server上面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ID 那也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知道说 这个清单要怎么去帮你找出来 那其实就根据什么 根据后面的这个清单 叫什么 PLGZ 这一串 有没有 就根据这个 那当然如果将来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因为可能我要整理我 这个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清单的话 我希望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给他一个连结 把这个连结 那我希望帮我怎么样把这个的名称跟他的超连结 超连结按右键有没有 这边有个复制连结 我希望做整理 所以也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一个影片的名称加上一个影片的超连结 这个超连结当然我把它复制的话 将来 比如这边贴上 就这一串 那我要怎么 当然以前如果土法链钢的话 你变成说你可能就是什么 一个一个的去复制 然后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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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希望透过python 有没有 他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自动帮我把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连结 里面的所有1到10的这个名称 跟超连结帮我下载 并且列出一个清单出来 Printer自动帮我把里面东西抓下来的话 该怎么做 程式非常简单 也就是有点像爬虫 你给它一个网页 自动把你要的讯息的特点抓出来 然后把它存成你要的档案格式 所以这待会我们就来看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可能会需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上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是利用request 一定要额外安装 它会出现没有安装 这一次的话是要额外安装一个叫Beautiful Super 4 OK BS4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假如你没有安装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错误的讯息 它会出现什么 No Macho NAND BS4 意思是说它找不到这个模组 所以你必须什么呢 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它input进来之前还要安装 安装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之前也讲过 反正以后如果你们要安装任何的东西的话 的语法就是什么 pipe install 那这个语法就Beautiful Super 4 把这个 因为你可以Ctrl C好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到那个我们的低碟 我是放低碟 底下的那个 python的 我是374 里面找到scripts 这个地方有个pipe 你就在scripts上面等一下打个cmd 跟那个安装request一样 Enter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带出这个路径 那我直接输入什么 其实这边按右键就可以了 pipe install 帮我把Beautiful Super 4这个模组 帮我安装起来 OK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理论上它就会到网络上去帮你找到 这个Beautiful Super 4 并且帮你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 Library 韩式库里面去了 所以这样子确定就OK 底下是跟你讲说要upgrade 不过其实不upgrade也没关系 好 第一步就安装起来了 第二步的话要做什么呢 再来我先run一下 这个之前写的 我看要run一下 那一样 还是需要用request 因为要去抓网络资料 第二步的话利用什么 Beautiful Super 这个 这个类别 它里面有方法 就可以帮我们去直接怎么样 抓取网络的资料 并且帮我做解析 OK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理论应该 我这个连结就是上个礼拜的那个连结 那我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去网络上捞 然后并且帮我把 YouTube上面的清单帮我抓下来 OK 现在还买下来 有了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标题 是这个 然后呢 它的超连结就这一串 有没有 那之前我们是需要按右键去复制 按右键再复制 那现在的话 如果我不想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python帮我们完成 那首先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安装那个beautiful shop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透过那个beautiful shop 帮我们去抓取那个 网络上面的资料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